心经大家都很熟 我们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是吗 论语第一篇 第一章 第一句 学而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 他又说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 就是温固而知心可以为师 意思是说 我们过去所学习的 这个习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复习 一种就是休息 就是实践 我们现在就是温习 就是我们说温固而知心 温习 复习 那就是把你所之前学习的 那么要很熟悉 很熟悉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朔朔思维 那么你要常常的复习 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去实践 最重要当然是实践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法很熟 那么你就可以为师 你也可以帮人家讲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 那就是说我们对于之前学习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后面还有 后面就以无所得故 后面再来讲 因为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讲 那我们要连着这边讲 因为到这里它几乎都是在说明新经的分别说了 一般我们说 每一部经典 每一部经典 它都有三大 就是它有三大主题 一个就是修行的宗旨 大家还记得吗 修行的宗旨 然后修行的什么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当中有修行的次第 然后修行的功德 它主要是这样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新经 这个是修行的人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观世在菩萨 就是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那今天如果 如果你们 我已经跟你们上过 如果叫你们上来讲 我们又可以讲 可不可以讲 那这个就是说你很熟 熟到你看到字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可以在整篇文章里面 找出它的架构 找出它的次第 找出它说明 这本经它的道理所在 那它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要学会这样 这最重要的 而不只是能够解释名词 能够了解名相 这个当然也重要 但是如果你只是了解名相 这个好像你记住 这个是柏辣 这个是菜瓜 这个是卜辣 这个是萝卜 可是你不会煮 加在加你不会煮 那就意义不大 这有什么样 有什么样你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 我们说每本经它都有这三大部分 那新经的第一个这个 它就包含这三大部分 那行生波罗波罗密多史 这个是修行的方法 底下它就是修行 仔细分别 它修行的次第 从五蕴 从六处 从十二处 从十八戒 然后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个就是底下分别的 我们就是生在做一个总观来讲 那么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 就行生波罗波罗密 那么行当然就修行 那这个生我们说过 第一个就是它要录得理圣生 那第二个就是当然从音上讲 你必须修行圣生才有办法能够到彼岸 那这个生我们说一定要从三种思维来 如理思维 然后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那这个波罗它也有个次第 它就是从文字波罗 从文字波罗 因为行生波罗 从文字波罗到什么 观照波罗 那现在重点是观 观照波罗 观照波罗最重要是要得到怎么样 要十相波罗 那十相 你得了十相 它就是生 那这个文字波罗 所以从就是这个心经 它就是 它刚刚告诉你 你要深入 那深入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从这个心经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 这个文字波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心经 那么你要起观照 那观照的内容 就是这些五印十二处十八戒 然后这个是缘起四地 那么这一些一直下来 那你能够证实相 实相是什么 实相是什么 对 就是诸到一切法空 其实就是诸法无我 诸法必经空跟诸法无我是一样的 那么你得了诸法无我之后 你有什么功德 这个就是修行的宗旨 就是为了要证诸法无我 就是五印借口 五印代表一切法 从五印之后 后面十二处十八戒 就这里 这个是心经这样讲的 好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 因为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讲 那先把这个前面先熟悉一下 因为我们好像隔了三四个月了 我看已经大部分人忘记了 不然写在墙壁上了 已经忘记了 就是稍微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好 先从观之再讲 从音上讲 观之再就是 你必须要有观才能自在 就是菩萨必 这个是从音上讲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从音上讲 从果上讲 音就是未得自在的 还未得自在的人 那么谁是未得自在的人 就是我们 我们在学般若的 你现在读这个心经的目的 就是你要得自在 很简单 那就是对我们说的 那从果上讲 就是以得自在的人 那以得自在的人 谁是以得自在的人 凡是召见五音皆空的 都是以得自在的人 包括观世音菩萨 所以谁要能得自在 谁就做观自在 那么从果上讲 它叫做以得自在的人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文字 你就要很熟悉 它是在讲些什么 你要很熟 那你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 这样你上来讲的时候 那个心经观世在在讲些什么 你也可以跟别人讲 可以为师啊 就是说 你也可以跟别人讲 心经到底是在讲些什么 然后要怎么修 然后修来做什么 这些你都要清楚的 就是你不是拿着书念 我们叫做 一文结义照本宣科 不是 你很清楚 这个清楚就好像你家菜刀放在哪里 针线放在哪里 你不用去问人的 你不用拿那个书放在地几格 菜刀放在地几格 不用的 你很熟 那你必须要熟到这样 所以才叫你要温故知心嘛 好 那我们来看啊 观 所谓这个观就是观照 就是这里的观照 那观照要观照哪里 观照这个文字 它不一定是文字 文字 语言 甚至是图像 像有些观种子字那些 其实它也是要到无我空的地步 或是声音 那么 比如说 阿字本不生 它也是要这样观的 不管是文字 语言跟图像 那我们现在重点是文字 在佛陀时代主要是语言 声音 就是声音 那么 这个观照目的是要怎么样 要观照 所以它这个观主要就是有这个观照 那么自在 那么因观而得自在 那什么是自在 怎么样自在 对什么自在 也可以讲对烦恼自在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有上过了 不过就是可能也没有很仔细解释 除了对烦恼自在 还有什么自在 如果我们现在 我教大家 其实每一个问题 它都有一个内涵 比如说 那么自在相对的就是什么 就是不自在 就是说 你要不自在 要不不自在 那不自在就是什么 有束缚 有缠缚 对不对 有夫 有戏 戏服 我们叫做戏服 有没有 就是你被绑住 就是你被绑住 那我们不是有引过经 众生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是因为什么 无名首富 爱解所戏 有没有 大家还算熟 就是说 我们被很多烦恼绑住 其实绑 让我们束缚的基本上有三大 三大类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果报 叫做苦 为苦所细服 一个叫做业 有业所细服 有没有 你有业 你不得不去 不得不夺畜生到 不得不夺地义 你没有办法自在 你不要说 那很苦我不要去 不由得你不去 那这个是果报 三二道的果报 就是有业 有苦 有苦 我说我不要受苦不行 那个是果报 然后有业 你必须要受苦 所以一般来讲 细服你的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果报 一个是业 一个就是烦恼 但是这一些的根本 根本的两种细服 就是什么 无名跟什么 跟爱 所以无名所富 爱解所戏 或是无名所夫 爱解所戏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因此而不得自在 所以佛法它要讲根本 无名跟爱解所戏 一般是无名所夫 或是无名所盖 但是无名所夫也可以 爱解所戏 所以绑住了 不自在 所以众生 所以长夜生死轮回 就是它之所以为什么 一时又一世的轮回 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是不是因为 它不知道根本在哪里 不知道神所怎么解 不知道绑在哪里 它没有办法去解除它 因为这样它就被绑出来 所以我们有病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自在 我们有苦的时候 我们不得自在 我们有业的时候不得自在 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不得自在 所以这个自在主要来讲 可以说主要是两种自在 导师是说 生自在 心自在跟自自在 如果我们来看主要是两种自在 一个叫做身心自在 就是你有智慧你能观照 你就是不随着境界而起烦恼 不会因为别人的烦恼而烦恼 那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痛苦而烦恼 就是生苦心不苦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身心自在 自在 因观而得自在 主要有两种自在 一个就是身心自在 一个就是究竟的生死自在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自在主要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一个就是你的身心自在 一个就是你的生死自在 你不会受烦恼的欺负 那你不会受业跟轮回的欺负 那这样就得两种自在 主要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到 这个观自在菩萨 就是最重要的主要是我们 我们如果能够因观而得自在 你要从未得自在到以得自在 所以他主要是在讲给你听的 就是说你真的要学佛 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成佛嘛 这个就是菩提心啊 有的菩提心就是菩萨 那佛是大自在 其实是这样 那么行生就是你如果要得自在 要生死自在 要生心自在 那你必须要什么 要修行甚深的般若 那么你要生 你必须第一个般若本身 十项般若 十项般若是真正的般若 那就是说你要生 你要怎么样才能生 就是你要一定要思维 那么这个思维 一件次的先如理思维 然后如理的专精思维 然后如理专精 硕硕的专精如理思维 先如理思维 然后专精的如理思维 不是散心的 因为你散心的 就好像你专心的念佛 跟散心的念佛 哪一个比较深 当然是专心的念佛比较深 一心念佛比较深 所以你要专精思维 先如理思维 如果不如理 那就在外面 所以你要先如理思维 然后专精的如理思维 然后硕硕专精如理思维 那他就能生 所以我们现在复习也是这样 就是你之所以生 是因为你熟 那么你了解 第一个要先了解 第二个非常熟悉 这个行生般若 波罗密多使 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 那么你真的行生般若 修行圣生般若 那么你最重要的是 你修行圣生般若 要达到什么目的 要达到生死自在 刚才讲 要达到生死自在跟解脱自在 是不是 就是生死自在就是解脱 然后要达到身心自在 就是断除烦恼 那这样怎么样才能断除烦恼 你一定要 这个是修行的宗旨 我们看这个是修行的方法 这个是修行的宗旨 就是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就好像你学佛是为了什么 就是什么 你必须要照见五云皆空 就是你行生般若 就是要照见五云皆空 五云皆空其实就是诸法无我 或是大圣 这个是阿罕讲的叫做诸法无我 或叫做什么 或叫做诸法必尽空 就是大圣 这个叫做一时向运 诸法必尽空 就是你因为你照见五云皆空 其实就是无我 无我就是什么呀 无我就是断生死根本 因为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我见过爱嘛 你之所以有见烦恼爱烦恼 我们叫见或施或 所以让你无明照业 然后照业起种种的业 然后因业苦而起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烦恼在造种种的业 种种的业在感召种种的生死 种种的生死在做种种的苦 就这样 循环在循环 一次又一次循环不移 这个叫做轮回 因为这样不得解脱 所以度一切苦恶 这个是修行的宗旨 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德 所以你看 这个心经单单 这前面就跟你讲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宗旨跟修行的功德 每一本经都有 但是他开宗名义就先跟你讲这个 那你要先把它记起来 那这里 那我们说过 这个身一定要有 这个身一定要有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因为观就是如理思维 然后专精的如理思维 就是在如理思维的状态下 专精的如理思维 我们叫专精思维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 硕硕的专精如理思维 硕硕的专精如理思维 就这样 那么你就能生 那么到了一个层次 你就可以断见 如果你见缘起 见无我 那么你就断生死根本了 那主要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是一段 这个是一段 就是这里是我们说 它是开宗名义总说 先讲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人当然是我们 然后如果是观世音菩萨 或是观世战 所有正无我的人都可以叫做观世战 那我们通常都以观世音八地以上 那么它是十地 更绝菩萨 那么来讲 那它是告诉你 这个你必须要有智慧的观照 智慧的观照 其实就是要观照无我 那么你照见五应无我 五应皆空 那么你就能够出生死 一切苦二 那苦 有种种的苦 不管你是什么苦 三苦八苦 那重点就是三苦八苦 那三苦是 玉戒色戒无色戒 我们叫做苦苦坏苦行苦 就我们讲过了 那么八苦是我们人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生老病死 五应赐色 那么这些所有 不管是什么苦 都是因为生死而有 不管什么苦 都是三戒六道轮回 所以苦的根本是轮回苦 因为有轮回 所以才会有种种的苦 就算你生到飞翔飞翔 八万大劫都不受苦 八万大劫掉下来 一样要受苦 因为他没有照见五应皆空 就这样而已 那么这是一段 大家记得 这是一段 那么接下来 这个是总说 接下来就别说 怎么样 怎么样照见五应皆空 那五应只是个代表 后面十二处十八戒 都是在讲无我的 所以他开始讲 他说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个我们之前 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讲 他其实就是 吉运我跟礼运我 就是一般 一般 印度外道 或一般世间人 认为有我 他不外乎是 这个身心就是我 这个身心之外有我 我们说 吉运我 礼运我 或相在我 就是 这个色是我 那么色之外有我 或是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基本上就这三个而已 那主要就是吉运我跟礼运我 那么空就是 空就是无自信 他就是无我 我是恒常独一之主 所以色 受想行事 这个是无运 无我 那么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他是别说 那么从这里开始讲 从这个无运 先讲无运无我 然后讲十二处十八戒 接下来十二处十八戒 等下我们再来说 我们先把这个 大概先理解 那么你有一个架构 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那么你知道 他在讲什么 他为什么这边讲完 只要讲这边 这边讲完 讲这边 他是有次第的 所以每一边 今天都有次第 他叫你怎么关 先这样关 关完了 那么从各个角度去关 那么这个是无运 从色 受 想 行 事 那这个是我们的身心的状态 那不不外乌是空 那么急运我 离运我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色 一般来讲 就是色即是我 或是色外有我 色不是我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你要知道 其实不管是色受 想 行 是无运 即运我 离运我 都是错误的 离两边 那就是中道 那么这个是无运 这个是详细来讲 无运皆空 什么是无运皆空 这要怎么关 我们先大概讲这样就好 之前我们都有讲过 那么舍利子 那么这样讲了之后 他该告诉你 从三个角度上去说 就是说 这个无运无我 再从三个角度 那么去理解 就是诸法 一切法 这个重点在人无我 那这个重点 可能也可以讲法无我 也可以讲 就是从这边细讲的 生灭够尽真减 所以他这里讲诸法无我 这里讲无运无我 那么我们会看到 生灭够尽跟真减 这个之前也跟大家 也有稍微说过 生灭是 一般我们讲法 比如说我们要修行 我们要成佛 那么通常是 一般是这样 生跟灭 它就是有违 从有违到什么 到无违 这是我们修行的过程 另外一个就是 够跟敬 够就是烦恼 敬就是功德 就定位这种 就是说清敬 那么 它是从什么 从有肉到什么 到无肉 有肉的色身身心 到无肉的 功德法身 你会发现到 这个有违就是有生灭 无违就是不生不灭的 有肉就是有烦恼的 有烦恼的 无肉就是没有烦恼的 清净的 那么 真跟简 那么基本上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无违里面 不管是有肉无肉 那无违里面又有什么 有血跟无血 那么有血 你看哦 出果 恶果 导师说这个是数量上的 这个是数量上的 这个是数量上的增减 那么数量上也可以讲 这个是够跟敬 跟功德上的 比如说出果 二果 三果 这个无血是四果 那么这个出果 它一定有两部分 就是它得什么功德 然后断什么烦恼 它断什么烦恼 断三结 那所以 这个是断三结 那么最多七次 人天晚反 这个是断什么 薄贪撑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断五下分结 那么最后断五上分结 把烦恼都断尽了 完全清净 所以 从这个过程来看 你会发现到 它什么在减 烦恼 烦恼 次第次第的减 什么在争 这功德 就是它一直一直往 功德不断在断 所以 它基本上 从这一些法里面 有些人会执着 有那个实相 有那个实在的自信 那么 所以我们记得 像《金刚经》里面 它有讲 虚不提因而 虚托还能做事内 我得虚托还果佛 有没有 虚托还能做事内 我得虚托还果佛 阿罗汉能做事内 我得虚托还果佛 阿罗汉能做事内 我得虚托还果佛 我得虚托还果佛 那么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执着 对那个法的执着 那么它这里 要让你去掉 从各个角度 要让你去掉 对那个法的执取 那么 甚至佛陀 在《金刚经》里面 它说 我过去在兰登佛所 有法得 阿尼奥都能有三百三不提佛 你看 这个就是 一般我们会在 生灭不生不灭 构进 那么 真简上 执取 即使修行的也一样 你只要有执取 你就不能正无我 你只要有法执 你就不能断我执 这个是波罗金非常强调的 如果你有法执 你却认为你正得无我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什么 叫真上慢能 就是说你并不实际上有正德 但是你以为你有正德 为什么 从哪一点知道你有没有正 你有法执 有法执 你就不能断我执 但是你在没有断我执的情况下 你却认为你已经断了我执 我从哪一点知道你没有断我执 从你执着这一切法 所以虚不定 你看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只要他有执着 我有能得的 能正的 能正的跟所正的法 那么他就表示什么 有能所 有能所 他就表示什么 他有我执 有我见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他从 从这个地方告诉你 从无应无我里面再细讲 我们可以讲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比较细的 比较解决的问题 好 那这个 我们上次也说过 这个 在波罗间里面 不只有讲这三个 讲的可多了 但是 但是 这里以这三个为代表 那么如果 那龙树是以八部 那八部里面 不生不灭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不有不无 那么 一般来讲 这个缘旗 他是以不有不无 其实他就是 他就是 你只要是两边 他就是直取 那么他就是错误 好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讲的 那现在来讲这里 这个叫做温故 现在要知心了 好 把他擦掉 他是一段 先不要擦了 没关系 事故 空 因为这样 不生不灭 不够不勁不正不解 擦掉好 要写麻烦 这样你们清楚了吗 叫你们上来讲可以讲吗 好 那就是不清楚啊 如果我说你们清楚了吗 清楚 上来讲可以讲吗 不能 那就是不清楚啊 那这样不够清楚 要不要上来讲看看 要不要上来讲看 有没有人 讲看看就把那一段 观之在菩萨 行生波罗波罗密多使 召见五音阶光度一切苦恶 讲这一段就好 有没有 有没有人自愿来讲一次看看 会怕啊 你来信啊 这样其实讲得很清楚啊 我讲的不够清楚嘛 很清楚嘛 对不对 明白嘛 就是这样看是很清楚 就是你整个架构都很清楚了嘛 要不要上来讲看看 有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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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勇气 其实不用怕啊 真的人就是不要怕 好 等一下再讲 事故 好 那前面讲过了 前面就是 其实就是处理 无印无我 其实它就是核心啊 修行的宗旨就是无我 好 那它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心 基本上 我们的身心啊 基本上 一般来讲 佛陀在讲我们的身心 基本上 从三个角度去上去讲 哪三个角度 运处界 对 基本上从运处界 我们说运处界 五运 六处 十二处 或是六处六界 或十二处 六处 六处 六界 那一般这里 这里是 例如像布派它 十八界 佛陀比较讲十八界 我们是从十八界里面 再凑出六界 那六处一定要 内六处外六处 所以一定是十二处 有内有外 所以就是十二处 这里是十八界 就加上义士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是五运 那么这个是众生理的 不是这个是生理 这个是心理 这个是重心理的 偏重在心理的 这个是偏重在心理的 分析 偏重 所以你看 色就只有一个 偏重在心理的分析 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身心的架构 结构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要照见五运无我 你便细先知道什么是五运 所以它是两个问题 一个 你要照见五运皆空 你看 五运皆空 就是无我 因为这个空 它重点在讲 人无我法无我 你看它处理 它处理这个问题是这样 空就是无我 那为什么不讲 不讲无我就好 没有 因为它牵涉到不派的问题 人无我法无我 你看后面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要照见五运皆空 所以前面就告诉你怎么观照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予空 空不予色 那你一定要 你要怎么观照 那它五运 五运无我一定 第一个空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讲五运无我 一般人才讲五运无我 那你先要了解 那什么是五运 你要观照五运 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五运 你要怎么管 对不对 那什么是我 你要什么是无我 你要知道什么是无我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我 那除了五运之外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它是身心状态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 色 色 想 行 我们说这个是了别作用 这个是失畏意志作用 那这个是取向的作用 印象 取向 也可以讲认识作用 这是认识的作用 这个是什么 情感的作用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叫知情意 知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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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了别就是综合的认识 好 那么这个色 所以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它从 这个 好 这个叫五运 这个色受想形式 身心 色 这个是五运 那么 仔细分析起来 这个色 这个色 这个色就是我们的身 它有哪些 有眼耳鼻舌身 眼耳鼻舌身 感官 因为它为什么要讲 这个运是积聚的意思 这个处就是生长的意思 我们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想法 就是我们会造业 我们要怎么样做 我们感受有什么 都是从这个 都是从这个内外 就是跟层 那么而起的 而生起的 其实我们起烦恼 也都是这样 都是透过感官 认识境界 而有种种的感受 那么种种的分别 起种种的烦恼 所以它是生长意 这个是 这个是积聚 运是积聚意 这个是生长意 这个是种类意 各式各样的种类 好 那运出戒 它是这样子的 说运 说处 说戒 五运 这个是十二处 因为现在我们就要讲 这个五运说完了 就是人 法 那么从五运的色受想形式 那么色 先官色 那么受想形式 都是一样这样官 那么就是非急运 非离运 从你身心里面观 没有自信 好 那么眼睛所对的是色 身相畏处 那这个是意 这个受想形式 是到这里来 是意 它对的是法 就心里面想的这些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叫内六处 就是我们的身心 这个是身心所对的境界 这个我们叫根 六根 这个我们叫做六成 这个六根加六成就是十二处 六根加六成就是十二处 那么由于根成和和就什么 身世 就是我们感官 这个是就普遍来说 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见而不闻 听而不闻 见而不适 就是你的心不在那里的时候 感官虽然触到境界的 你也可以不认识的 但多数我们是 都是认识境界都是这样来的 根成和和生世 它就是心会去了别 所以就产生了 十八戒十二处再加上什么 眼对色会产生什么 眼视 就是心对 心对这个透过眼睛 对这个色法物质的了别 我们就叫它掩饰 心透过耳朵 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了别 它就叫做耳饰 然后一样 鼻饰 这个是蛇饰 这个是声饰 这个是意识 这个是意识 那么根成和尔森识 这个加起来 我们就叫做十八戒 把这个十二处 再加上六识 我们就叫做十八戒 从这里 色色掌群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边当然识都是属于心的 属于意跟法的 但是它是由这样来对的 那是这个识 这个识就是这里的识 这个识透过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处法了别 就产生这一些 那这里呢 这里你看 根成和合生似 根成似和合生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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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处聚什么 处聚生受想似 你看它就在这里 那你把它用起来看 你就知道 否则这样讲 就是说 跟运处界基本上是 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方向去说 这个我 根成似和合生处 处 当这个处对见界处聚生的时候 这个反应 处就会生 同时又有什么发生起来 受想似 受想似 就是受想形 那么似 跟这些似 那受想形 就构成五韵 就似受想形似 基本上是这样 这样有清楚吗 不敢讲清楚 等下叫你上来说 那这个是 所谓的运处界 那我们来看 事故 那从五韵里面看 也是这样 从十二处看 也是这样 事故空中 那既然是空 不管是我 还是法 合合的叫做我 一一 一一的法 合合的叫做我 我们叫做一合相 金刚经里面 把它叫做一合相 就是很多的法 合成是一个现象 或是比如说 我们是由色受想形似 合合有的 那么这个色受想形似 是一一法 一一法 一一法 形成的我是没有的 但一一法 有些人执着是有的 包括色又是从 色又是什么 合合的 我是由五韵合合的吗 我是由身心合合的吗 那么身是色吗 那么色又是什么 合合的 印度人讲叫什么 地 水 火 风 或者叫又多一个空 地水 火 风 空 地水 火 风 合合的 这个叫做四大 即四大所造色 好 所以 那么地 地当然又有很多合合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 身里面的地 是什么合合的 是三十一种身分 毛 皮 肉 骨 这很多的 那个水有谈 拓 谈 血 水 就流动的议题的部分 这又有很多合合的 那这个整个 整个好像有一个实在的 我们叫做一和像 那一一法 一一法 基本上分析到最后 有些人认为有色法 有一个集吻 这是不能再分的 但是那个也是一和像 就是它也不是真实实在的 好 但是有一些人会执起 这一些法是有实在性的 所以 才又牵涉到 所谓的 法我的问题 包括无为法 有为法 都是这样 甚至认为 四地圆起 四地有十六形象 每一个形象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都是有自信的 这讲到后面 那么 那个也是 法旨的问题 它第一次就告诉你 所以它以无所得为方便 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观 都要跟空相应 都要跟无我相应 都要跟无我相应 好 那么 这个是 从观照五蕴 那么再延伸 观照十二处 观照十八戒 那么十二处 当然跟观五蕴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 五蕴只是简单观身心而已 那么十二处 它就处对到什么 禁戒 对禁戒起种种的心所 那么一般来说 就是它重点在这里 这个处 那么 根 成 式 当然这个式也是重点 那当然一般我们的凡夫 我们的凡夫 的式 都是虚妄分别式 那么 所以 为式才从这里叫做 要转式成智 就是你要如实的 如实知 如实见的 以分别智知道的 那个叫做智 那么你虚妄分别的 叫做式 有杂烂的 那么 但是我们一开始 都是有分别的 我们要怎么样 他们就是在这个根成式 那么了别的作用 佛陀也有 舍利佛也有 木剑人也有 阿罗汉也是 阿罗汉的六根眼睛 长得跟我们一样 看到的东西 也跟我们一样 他了别的状态 也跟我们一样 我们采用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到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是个设法 舍利佛的眼睛看到的提伯达多 跟佛陀看到的提伯达多 跟我们看到的提伯达多 是同一个提伯达多 不会说佛陀看到的提伯达多 长相 跟舍利佛看到的长相不一样 他是一样的 但是同样了别 这个是提伯达多 这个是恶人 他烦恼中 同样这样了别 但是佛陀 会不会因为提伯达多 烦恼 造恶而起烦恼 不会 舍利佛也不会 阿难 阿难看到提伯达多 他既又爱又恨 恨他哥哥不长进 恨他哥哥不争气 但是他又是他哥哥 又带一点怜悯 但是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看到提伯达多 分两种 提伯达多的弟子 看到他 爱他 佛弟子 有一些看到他 就是没有正果的 他就恨他 你怎么可以伤害佛陀 你怎么可以罵佛陀 你怎么 就很气 就气他 所以你看 他跟陈氏合合生 触 他重点跟陈氏都一样 跟陈氏都一样 但是触之后就不一样了 他叫做明相应跟无明相应 所以明相应跟无明相应 这重点 为什么有些是明相应 有些是无明相应 等一下我们引一个经来讲 先看这里 先把这里讲完 就是 他 这里是一段 刚才我们说过 到这个 到这个 这里 前面 不生不灭不勾 不净不正不减 这边是一段 接下来又是一个段落 他在处理的问题又不一样 就是 这个他是从无印延伸过来的 从无印无我那边延伸过来 所以他这里讲 事故 这个是总结前面的 总结前面的照见无印皆空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事故空中 因为他已经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式亦附如是 所以 这里就是总结前面的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形式 就是对应前面的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因为你已经这样关照来了 那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结论 一切法空中 没有色受想形式的自信 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无印无我 那照理讲 无印无我 就无我了 还要讲十二处十八戒做什么 有的人虽然这样关 还不能见无印无我 是不是 就是我们不是举一个例子吗 阿难不是 是阿难吗 罗霍罗 罗霍罗 罗霍罗不是 关无印无我吗 关一关能不能证无我 不能 我们没有讲过吗 有嘛 那他不能证无我 佛陀跟他怎么说 去跟人家讲无印无我 可是他自己关了没有办法 又去跟人家讲也没办法 然后怎么办 叫他关什么 关六处 就是关十二处无我 你看 十二处无我 没有办法 再去叫他跟人家讲 所以我叫你们上来讲 就是这样 要熟 要熟 你们不用怕 还不会叫你们上来讲 等一下叫你们上来讲 等下我下去就不用来了 没有人 好 那么 所以 叫人家讲 讲了之后 十二处 再去跟人家讲 讲还没办法 又更稀一点 关什么 关十八戒 他是关缘起 叫人家讲缘起无我 缘起跟四弟其实是放在一起的 无明亦无明尽 乃及无老实 一老人尽 无苦即灭道 这个其实是 这个是 这个是 一起的 那这边是一起的 就是运处界 所以 这个就是说 有一些人虽然关五运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体会甚深 就是没有办法体会甚深 所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 那所以这个是五运无我 那么 当然他从空里面讲 因为他是在解决很多问题 包括布派对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 无言耳鼻舌身义 就是这里 无言耳鼻舌身义 其实他这个是色法的一部分 那么 言耳鼻舌身义 所对的叫做色身相畏处法 这个就是十二处 那么由此生长出一切的种种的概念 种种的烦恼 然后五远戒 那么远戒 其实就是这个 五远戒 然后后面就省略了 耳戒鼻戒 因为这十八戒 它就是种类 其实就是这一切法把它分类 眼戒耳戒鼻戒 舌戒身戒意戒 色戒身戒相戒畏戒处戒法戒 眼视戒耳视戒鼻视戒 色视戒身视戒意识戒 所以他就从这里 无言戒乃至无意识戒 是这样 其实就是省略 后面省略 但是这个乃至 其实就是 这个眼戒跟这个意识戒 这个就是十八戒 它五远都有讲色受想行事 十二处也都有讲 无言耳鼻舌身戒 无色身相畏处法 后面十八戒就没有一一讲 就简单 无眼戒 照理讲如果要详细说 无耳戒 无鼻戒 无舌戒 无身戒 无意戒 一直到无意识戒 所以不管他是讲这个 五远十二处 这个是十二处 这个是十八戒 都是在讲什么 空 无我 所以空中 一切法空中 一切法空中 无一切法 这个就一切法 一切法基本上 方法有因触界 一般我们讲 一切法 我们说一切法无我 其实就是指这个底下 一切法无我 大部分着重一切法 会着重在十二处 你看阿含经里面 讲一切法 会偏重在讲十二处 其实它就是这样 它包含这些都是一切法 我们这样看 身心就是我们身心一切法 五运也可以讲一切法 十二处 那重点一般是以这个为主 但是可以包含这一切 就一切法 所以它说 那也可以讲诸法 一切法就是诸法 所以我们说诸法必经空 诸法无我 一切法无我 那么既然是一切法空 那么一切法空 就是一切法都是无自信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空中就没有一切法的自信 所以事故空 一切法空中 无五运十二处十八戒 这一切法的自信 这样知道吗 很清楚吗 清楚吗 清楚吗 对啊 因为这个事故空中无色 就是要连结到前面 召见五运皆空 后来叫你怎么关 那么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这个是已经总结前面那一段了 这我差掉了 已经总结前面那一段了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诸法空向 你看 是诸法空向 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所以总结来说 这个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那五运皆空 所以这个一切法 其实他重点就讲无我 所以这个空 空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空 为什么讲空 因为他强调在无自信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无自信 因为生文学者 就是不害啊 他强调法有自信 人无自信 人无自信 但是法有自信 所以我们讲那个五位七十五法 依法是三事实有 法体很蠢 他是有自信的 他这样就是这样 甚至有违法有违法的自信 他不代表他有那一种 一开始就决定的自信 所以他其实是 空讲无自信 其实重点是讲无我 这个我就是自信 恒常独一自主嘛 那所以 其实他就是讲无我 但是因为 因为 牵涉到法我的问题 这个叫做人我 人我 这个叫做法我 所以后来常常会讲 这个大圣是 讲人空法空 就讲人空法空 小圣就变成 人空法不空 其实不是 应该是说 有一些职取的人 小圣 正阿罗汉 没有那种 不可能有法旨 不可能有法旨 所以波罗经不断在强调 假设 你像宝基经也是这样 像 娃娃经也是这样 那么 你 你强调这个法有 法有自信的 看起来 你认为你是阿罗汉 其实你都是正上漫人 为正原正 为得原德的 他并不是真的解脱 所以空中 这个空是总结前面的 照见五音切空 摄不一空 空不一摄 那诸法空向不生不面 不够不近不生不减 从这样总结而来 他在这里 空中 就一切 这个空就是一切法空 我们叫做诸法必进空 叫做一切法无我 所以在一切法无我的概念下 你不可能再找到一切法的自信吗 所以 所以事故空中 这一切 因为一切法空 所以事故空中 因为一切法空 这一切法 摄受想行事 沿着鼻子生意 摄身相会处 掩饰耳饰 鼻子意识 这一切法都没有自信 那总结来 这个我是不可能 不可能是有的 不管是离运我 急运我 还是相在我 都不可能会有 所以他才会讲 事故空中 一切法空中 没有这一切法的自信 这样你还听得懂吗 知道吗 知道 可以吗 所以 一切法空中 没有一切法的自信 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切法 运触戒 运触戒 那当然后来的一切法 他 超出这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是原来的一切法 阿安经里面的一切法 那到了部派 他的一切法 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了 所以他的一切法 他有分五位七十五法 还是五位百法 我们讲据舍论的 据舍论是世君菩萨 总结有部的 这一些法的概念 那么把它分成 这个五大类 七十五法 比如说五位七十五法 他就超出一切法的范围了 五位七十五法里面 基本上重点是有为法跟无为法 有为跟无为 有为法里面 色法 心法 心所法 跟什么 心不相应 心不相应刑法 那心不相应刑法 那后来部派讲的就多了 包括时间 空间 得 非得 你要正得一个一定有一个得 包括身住灭 有一个身法 有一个住法 有一个灭法 就讲 他就超出这个范围里面 就变成后面的生灭这些 构境这些的 就变成有这个 那无为法 一般来讲就是涅槃 不生不灭 但是不生不灭也不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 的自信 不是的 但是有些会认为有 这个都是使有自信的 所以 包括这里虚空无为 非得灭无为 虚空 非得灭 得灭当然就是涅槃 这个我们去看据舍论就知道了 然后有色法 有心法 有心所法 心所法就有很多 心所法里面有构有劲 那么这个就是 他讲的一切法 就不只是我们算在所有的运触界了 不只是我们所有的运触界而已 那么这个是 那这里讲的其实就是 一切法空中没有一切法的自信 没有一切法的自信 好 把这个擦掉 那这个看起来就很清楚了 我来看一下 好 这样 那个是不是可以说 特别的空中的一色 可以从细 叫做分析 那个细空观来看 如果 西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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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空观 自论的 你说什么是西空观 射不亦空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空不亦射 那你说什么是体空观 不真不亦不做不亦 你們認為這樣 西空觀 我們先來解釋什麼叫做西空觀 當然體空觀你有講 就當體極空 那西空觀呢 由分析而知道它空 透過你的分析知道它空 如果色不亦空 比如說我們基本上講這個叫做極韻 這個色 這個是深 塑小形式也是這樣 色不亦空 以空 就是它極是空 可以講 不亦空就是它極是空 空極是色 也可以講 一般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它是因為它有所謂的命義深義 以及命極是深的問題 它其實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它也不能夠叫 如果我們講說色 色 想 行 事 如果這樣要來講是西空觀 我也不曉得你們回去研究看看 就是西空觀跟體空觀 這個我沒有仔細研究過 看看這個能不能叫西空觀 我不曉得 你們就討論討論 討論到了再跟我講 那當然你要說這個叫做西空觀 無韻 當然你說無韻是 無韻我們分析它是色 受 想 行 事 那如果是這樣 但是它說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人可以來解釋這個問題 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解釋一個簡單的概念 一般西空觀可以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比如說這件衣服 那這件衣服我們知道 我們看起來是 所謂一和像就是一件衣服嘛 對不對 那怎麼知道這件衣服 不是那個像是虛妄的 不是真實的 因為它是有一條一條的線 成為一塊布的嘛 那很多的布縫成一件衣服嘛 所以你給它分析 分析 分析到最後 它其實沒有衣服的像 只有線的像 可是一條一條的線 你再跟它分析 它是由這個尾層 一個聚集而成的 那尾層你再給它分析 它也是 分到最後其實它也是無字性的 這樣一層一層的分析下去 發現到它其實是沒有 這有一點像剝芭蕉 一層一層的 剝掉剝掉 剝到最後根本就沒有 這個一般來講叫做 西空觀 就是藉由一層一層的剝落 發現到它其實沒有實在的自性 那麼體空觀就不是 體空觀就是 我們說當體體空觀就是 你當下看它就知道它是無字性的 就是你不用經過這個程序 一層一層的 那如果這樣來講就是 它我們講的 它就有身 身跟潛 比如說你要從無常 來知道無我 從苦 知道無我 從緣起 知道無我 那個就是一層一層的 但是有時候你不是 你一看就知道是無我 就是你一觀就知道無我 你不用先觀無常 那才從無常知無我 先觀苦才知道苦故無我 因為苦就是不自在 就是因為你 我當中有自在意 那無常當中就是 有實就是常的 就是它一定是這樣子的 但是它是無常 所以你透過無常知道無我 那麼這個叫做有淺至深 但是這個法師讀的比較多一點 我可能也沒讀到那麼多 就是講的就是比較 它比較有一點進入比較 哲學的那種 就是說 它比較就是理解到的 比較像是 就是比較深層的啦 因為我聽了有 我有時候我不太能夠掌握 它講的所有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習慣聽它講課 就是要聽一陣子之後才知道 我才能夠掌握你要講的東西 你這樣講我還沒有辦法掌握 你到底講的一些重點 不過這個當然都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 要理解一個東西 當然可以從很多層面 不過我沒有辦法解決 比如你說這個是西空觀 這個是體空觀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沒有辦法理解這個東西 等我回去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受受思維之後 我不是什麼都懂哦 我不是什麼都懂 我只是懂這一些 大概我知道了是這樣 所以這些其實像 有些微視的 像瑜伽室這邊裡面有些東西 然後是後期中觀有些東西 它都比較進入思辨的層次 那麼這一些通常 這些通常有時候我 我都會主動跳過 就是說這些有時候 太騷腦 太磨人 有時候會這樣我會感覺 講來講去 有時候會變成戲論 你看 你看 你看我已經糊塗了 套子他在後面一直在找套子 剛才想很久想不來 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這個 講這個十二處的問題 我有抄了一段經 他說 因為根層是 我們剛才講到 根層是 為什麼要從十二處上呢 十二處跟五運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佛陀最初是講五運 後來十二處的經典 五運的經典都比較簡單 如果你去看雜哈 五運的經文都不多 十二處的經文非常多 就是他想的比較詳細 那因為我們 我們起煩腦通常都是在 根層是合合身處 那麼由這個處 處對境界之後 那麼產生種種的煩惱 受想師 那麼由這些受想師 我們才去決定 做決定 我們造什麼業 由這些我們才受什麼苦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 有時候修行它是說在六根 所以 這些慈戒也是根利 它重點就在這裡 就是說 你要關照這個六根 面對六層 你起什麼樣的心 受想形 當然 你六根對六層會起受想形 就是會有決定造什麼業 起什麼反應 那麼 通常都是你的意識 做什麼樣的了別 那我們很難以避免 一定在我見我愛的狀態下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關照 像前面五運關照 是關照這個色受想形式 那十二處的關照要怎麼關照呢 它基本上是怎樣 我們來看它是說 它說這個是雜喊 我們寫一下 雜喊二零三經 而十二處的經文都很長 我們只截入其中一段 我們要的就好了 他說 當正觀察 我們是講到幾點 五點 當正觀察 眼無常 看著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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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把十二处十八戒五蕴合起来讲了 远处因缘伸手 就是我们刚才画那个图 远处因缘伸手 这个寿底下若苦若乐 若主要有三种寿 这是一般我们说的 如果佛陀讲的话 扎案里面一寿二寿三寿四寿五寿乃至无量寿都有 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 比翼正观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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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事之如是见 无明离遇 明生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无明相应处跟明相应处的问题 那么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我们讲 凡夫跟圣人不太一样 凡夫就是跟成事 合合 就是跟处相对 那么就生无明相应处 他就生无明相应处 就是我们说什么叫做无明 我见 有我见 带着我见 那么就是以我为核心 那么一般我们讲的比较粗一点就是 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伤害到我 侵犯到我的利益 不尊重到我 或是伤害到我所 我的家人 我的国家 我的民族 都是以我为核心 我之所以喜爱 是因为他照顾到我 赞叹到我 或是有利益到我 通常是这样 这个就是所谓带着我见 生无明相应 与我见我爱 结合的 那么生无明相应处 那么圣者一样跟成事 一样跟成事 但是跟成事相对的处 就生什么 明相应处 那么为什么 一样的境界 一样的眼睛 看到一样的境界 一样的了别 那么就好像 释迦牟尼佛看到提伯达多 他知道是提伯达多 舍利佛看到提伯达多 也知道是提伯达多 阿难看到提伯达多 也知道是提伯达多 波斯尼看到提伯达多 也知道提伯达多 那么一般的凡夫看到 也知道是 但是为什么你生这种心 你生这种心 你生这种心 有的是明 总而来讲 就是明相应跟无明相应而已 那么明相应处 就是以智慧 其实就是我无我 反应 我们可以说 这个处就是 升起这样的一个心手 那我们来看 先来看这个 这个经文 那么他说 当正观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从哪里开始观呢 从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眼睛看到这个境界 那么你要知道 我们眼睛所看 先第一个先了解 我们感官看到的 就是我们感官所接触到的 而认知的境界 不都是真实的 就是你眼睛看到这样 就好像说 好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叫做什么颜色 这个是什么颜色 蓝色嘛 好 那么他之所以是蓝色 大家都知道是蓝色 但是他真的是蓝色嘛 他之所以是蓝色 是因为你的眼睛 还有这个光线 还有这个物质 它三个 如果不同的光线 那么他可能稍微会变色 还有就是你的眼睛 也许有色盲 或是说 蜜蜂的眼睛 什么的眼睛来看 其实他就不一定是这个色 那么 如果从这一点来看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色 这个所以他是 就是各种因缘和合 他才呈现 因为我们大家有共同的夜报 共同的这个结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蓝色 但是所谓的蓝色 他只是一个假名案例而已 他只是因缘和合假名案例 那么你会知道 第一个 你的眼睛不断在变化 就是眼睛它本身就是无常 它并不是有真实的 那么你观察这个眼 当然重点不是眼 重点是眼和鼻子的生意一样 那么眼睛所看到的色法 眼睛对色 就是这里 我擦掉了 眼和鼻子的生对这身相畏触法 那么眼视 那么这个就是十八戒 眼对色 那么眼视 眼触 生触 眼触的阴眼会生什么 生瘦 这个色瘦想形式 那么不只是生瘦 还会生什么 想 触去瘦想师 就是瘦想形 那么形是以私心所为主 其实这变成色瘦想形式 基本上它这个就是综合来讲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感受 感受怎么来的 色瘦想形式 我们的心所第一个就是瘦 影响我们决定的通常 其爱振的原因 通常就是苦跟热 苦我们就振 热我们就爱 爱热振苦 基本上是这样的 不苦不乐 其实也是一种感受 但是不管是什么瘦 它即使就是生秤生贪生吃 比意正观无常 就是说你从各个角度上 眼睛看到这个色法 眼睛是无常的 这个色法也是无常的 那么眼睛看到这个色法所产生的了别 也不是真实的 就是无自信的 它不是真实的 那么乃至于从中生起的感受 也不是真实的 那么这样 这个瘦包括苦 这个苦乐不苦不乐是在解释这个瘦 那么你就从沉沉的 你都去观它无常 那无常一定是无我 那么耳鼻的真意也是这样 假设你说你今天 其实一般文不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你能那种觉察力讲的话 那么比如说今天 谁讲了我什么话 很容易我们就起承认心 不好的话 在背后讲我什么 或是笑我 或是怎么样 我们很快 针对某一个境界 我们就会起一个不当的心索 一个承认心 一个贪爱心 那么你挤了之后 你去观察 从这个贪爱心里面 你警觉到你去观察 我的眼睛看到这个色法 我认为我看到的是真的 实际上是这样 这个声音 它讲的实际上是这样 我的感受实际上是苦的 那么这个你种种的确认 就会导致于你一层一层加深 这个我见无名 有没有 我看到你讲我 怎样怎样 我感受很不好 都是我 不断不断一层一层一层的 我不断的加做 那么后来就起 受想诗 诗就是决定 然后就去造作业 我要骂你 我要讨厌你 我要远离你 我要怎么样 它就开始受想诗之后就会造业 这个我们从原曲来讲 叫做无名原形 它就开始有这种 身形 口形 异形 那么就这样 你如果这样去观察 就是所有的条件 就是让你生起苦乐 让你生起烦恼的 每一个东西 有相关的东西 你都去观察它无常 这个包括跟程式 如是之如是见 无名离欲名声 那么无名离欲名声 其实它就是说 无名会消失 这个其实就是 你不再以我为核心 那个以我为核心 产生出来的 我见我爱 我所见我所爱 就渐渐渐渐渐会消失 这个无名消失 离欲 无名消失 名声起 其实是这样 那么也可以讲 其他经文是这样 于无名离欲 那么 于而生于名 而生于名 其实是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面对 这些境界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观察 另外一个 我们再讲一个 把这个讲完就好 稍微给我几分钟 它说 还有一个 眼是所可爱乐 懒着之色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休息 就这样去用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理智后 实际上 我们面对种种的境界 我们要怎么样去想 要如理思维 就是怎么样去如理思维 最重要的是 能够用 就是说 我听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能够这样 起这个观察 然后能够 观察起来 真的有用 我真的不起烦恼 或是我虽然起烦恼 我很快就降服烦恼 或是我可以控制烦恼 我们说过 就控制烦恼 调悟烦 然后断除烦恼 就这三个阶段而已 就是说 我知道 但是我控制不了 但是我知道 这个是烦恼 我把它控制住 我不能调服它 但是至少我把它控制到一个层次 就好像灭火一样 我不能把火灭掉 但是至少我把它控制在烧到哪里而已 不烧到哪里 第二个就是调服 我可以灭火 我不能把火完全灭掉 但至少我可以让火不那么大 那控制就是 我火已经升起来 我灭不了它 但至少我不要让它颇及到什么 我控制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烧就好 类似像这样 那断除烦恼就是把火灭掉 那灭的时间当然还有残根断 那一般我们就是这样 那烦恼在哪里升起 就是在根进士的时候升起啊 面对的境界的时候升起啊 那么这个其实它就是烦恼 但是我们就是要理解到 我现在升起烦恼了 那要怎么办 有些当然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 我们从这里走出去 或是即使在这里 然后在寺院在道场 我们天天在起烦恼 天天都是无名相应处 很少有名相应处的啦 真的 即使我自己也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样观察 不断修学不断修学 就是依宜这样 然后渐渐渐渐 让它名相应 它的重点在是不是以我为核心 这个是很主要的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讲完就好 他说眼是所可爱 眼是所可爱 眼是所可爱乐 揽着之色 你爱揽执着的色法 这个色就是眼对色法 然后眼是 那么了别 见你 他说你见了 因为你如果产生爱乐 若苦若乐 你产生爱乐 所以你要先有觉察能力 我当然说你要先有觉察 我产生有爱 有贪吃有贪 你要先知道怎样 如果你没有 你说我很生气了 我有一点点起烦恼 你要先知道 你不知道后面就没办法了 就是你要杀贼要先抓住贼 抓住贼要先认识贼 就一样的道理 见你 就是你开始揽着了 你有爱乐 有爱乐 有揽着 与这个境界 色身相会触法 通常我们比较起烦恼就是 声音也容易起烦恼 声色都容易起烦恼 那么他说 见你 你已经知道了 而且了解了 不喜不赞叹 就是你看到所有的设法 你都不会懒着 他就是不喜不赞叹 不喜不赞叹 不懒不戏叹 他是这样讲 不随于眼色 不住 不随于眼色 就是我的心 不因为我眼睛所见的而产生波动 就是不好的波动 贪跟吃都是不好的波动 我的耳朵不会因为我耳朵所听到的声音 我看到的现象而产生烦恼不好的波动 如果已经有波动了 那么我就开始要控制 调伏 断触 通常是这样 那我们常常会 会因为不管忽然之间的 或是经常性的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在现象里面 产生虚妄分别 产生痛苦 所以眼耳鼻舌的声音 对色声相会触法 假设我们能够觉察 最常见的其实是 眼睛看到的现象 跟耳朵听到的声音 那么这两种是最常起烦恼的 那么所谓的烦恼 明相应处跟明相应处是因为 那么以我为核心 会不会伤害到我 有没有利益到我 那么我喜欢 我不喜欢 我感到苦 我感到热 那么这样 苦你就一直想要脱离 热你就一直想要懒着 那么不管喜欢不喜欢 它都是一种爱乐 都是一种爱乐 都是一种懒着 其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 这个其实就是中和 十二处十八戒 那十八戒基本上就是 包括了别的而已 从这里来讲运处戒 底下讲缘起四地 它是另外一层 好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也共成佛道